要证明一条方程无解的话,就需要动用到反正法 我们一起来看看,反正法最开始就是如果我们先当这条方程有解 看看待会不会有些矛盾出现 然后这条方程就可以写成X的平方等于17再加上3Y的平方 在讨论到关于整数解的概念里面,我们会用一个比较厉害的工具 这个工具就是铜鱼 尤其是我们看到Y的平方前面会有这个3 那我们就会让我们想起,不如我们试试把整条色毛衣服看看 那整条色毛衣服的人,我们发觉这条色的左手边有两种可能性 任何一个完全平方数被无完三之后就会有两种可能性 那第一种可能性呢,就是0 那好像9那样,那无完三之后就是0了 那另外一种呢,就是1了 那好像16那样,那无完三之后就剩下1了 那发觉只有这两种而已,没有第三种的 那这个就需要读者自己去想一想为什么 那之后呢,右手边呢,会有些什么呢? 那首先讲这个3Y的平方 3Y的平方,无完三之后呢,这个当然是0了 那不用想了,因为外面有个3嘛 那一约搞定,没有了,没有余数的 那之后呢,左手边的这个17呢 无完之后呢,就变成2了 那很简单啦 2永远都不会等于0或者1的 那在这个情况之下呢 那我们就可以用这个同意的方法 proof到有矛盾哦 那既然是这样的话,圆方程 那就没有整数解了 这次我们又是要proof一条不定方程呢 没有整数解哦 那当然又是我们用我们最传统的方法啦 反正法 那首先,看看这一条 关于,我当它是关于X的二次方程啦 那这里有一个X,这里有一个X 那就可以了,我们就已经可以找到X的一个解了 那解呢,可以写成是这样的 Y的平方正乎 这个要说π 关于二次方程的万能公式 Y的四次方,减五个Z,再减三 那我们如果要讨论这一条方程 有没有整数解的话 因为我们假设它有嘛 那既然有的话呢 那即是这一块东西 需要是一个完全平方数 可以被开方的 那这样才有机会会有整数解 那我们一起来看看这一块东西啦 也就是Y的四次方 减五个Z,然后再减三的 那我们可以看到呢 Z前面的这一个系数呢 这个系数今次会有五喔 那既然是这样的话,我们不如就模五看一看啦 那我们一般都是因应这个牵使 再看看模什么的 那我们模五看一看,会变成什么呢 那因为我们批评它这一块东西 是会等于一个完全平方数的嘛 那是时候要引入一个完全平方数 我又当这个叫α的平方啦 那这个α的平方呢 的完全平方数 应该是这样说 好 那么一个完全平方数 无完之后可以会剩下什么呢 那答案就是会剩下0 1 4啦 那这个要读者自己验证一下的 这一块 那既然一个完全平方数 就是可以模完五之后就剩下0加4啦 那一个四次方的数又怎样呢 那关于一个四次方的数 也就是将这些东西再square 那我们看看 那0square了之后 0在这里的,在5之内的 那1square了之后呢 那1都在这里的 那4square了之后呢 那就是16 那16无完五之后呢 就出一个1 那它就回归到这个1 那所以 y的四次方呢 无完五之后就剩下0 或者1的1 那就只有这两种可能性 那然后中间这一块呢 减5个c无完五之后呢 那由于我们整个无五的概念 都是由这里出来的嘛 那这个当然就是0啦 那没有余数的 那然后剩下这个东西呢 减3哦 那减3硬崩崩呢 拉下来呢 那当然没得搞啊 这个东西没得搞 那这个东西当然就剩下减3在这里啦 那 那我们要么就有0 1 那这个东西减3哦 那在无五的环境之下呢 减3 那我们怎么说呢 要么用0来减3 那我们只剩下负3啦 那在无五的环境之下呢 也就是正2 那我们拿1来减3呢 那就是负2 那在无五的情况之下呢 那这个东西也就是等于正3哦 那发觉呢 这个数呢 刚刚好哦 刚刚好呢 刚刚好是什么呢 刚刚好是不等于任何0 1或者4的数哦 那啊 2 3刚刚好 就不是0 又不是1 又不是4啦 那既然是这样呢 我们就从中 倒出这一个矛盾 这个不等于呢 就是我们 解决这一条 球证问题的一个关键啦